脂肪形成的过程竟然如此变态,难怪有人吃得少也长肉飞快。 当食物进入口腔,唾液开始分泌,咀嚼后进入食管,再进入胃里。 胃酸和胃酶,将食物搅拌成食糜,来到小肠。 小肠是吸收和消化的关键,一线分泌一蛋白酶和一脂肪酶等,将食糜中的脂肪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,重新合成甘油三脂储存于脂肪细胞中。 小肠壁内的微绒毛吸收葡萄糖进入血液,提供能量,一线分泌胰岛素,促使细胞摄取葡萄糖。 当细胞内的葡萄糖吸收饱和超过能量需求时,多余的葡萄糖会被肝脏转化为脂肪,并储存在脂肪细胞中。 其实说白了,这是身体自救的一种手段,但现在人类营养超标,摄入过多,运动量低,根本等不到上一轮脂肪的消耗,又再次输入新的脂肪。 别再妄想减肥产品能带给你瘦身效果了,挽住嘴,迈开腿才是减肥的真理。 一笔一碗。